第六品 正信的稀有可贵 虚菩提问佛陀 佛陀 未来的众生 当他们听到您如上所讲的教诲后 能对您讲的道理生起真实的信心吗 佛陀对虚菩提说 你不要生起这样的怀疑心 在我灭度五百年以后 还会有修持戒律和福德的人出现 他们能够体悟我上面所说的道理 并对这个道理产生真实的信心 你要知道 这些人过去不止在一位佛 两位佛 三位佛 四位佛 或五位佛那里听闻过佛法 种植善根 他们多结以来 曾经在无数位佛那里 听闻过佛法 种植善根 当他们有机缘 再次听到如上的道理时 只要生起一念的清净信心 虚菩提对此佛陀将完全了解 他们将获得佛陀的加持 将获得无量的福德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些善根众生 通晓我相 人相 众生相和受者相 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不会去执着我相 人相 众生相和受者相 他们通晓缘起而产生的生灭的法相 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不会去执着法相 他们通晓空相的本来面目 是没有一个相状即无相 他们也不会执着空相 只要心中执着一个相状 那么就是执着我相 人相 众生相和受者相 若执着空相 那么就是执着我相 人相 众生相和受者相 不可以执着于佛陀讲的正法 也不可以执着那些非佛法的东西 因此佛陀常说 你们诸位比丘一定要知道 我所说的佛法 就如同那渡人到对岸的船 到达彼岸之后 就应立即弃舟登岸了 没有悟道时 我们需要依佛法来修持 可是悟道后 也不可以对佛法产生执着 我们既要放弃对佛法的执着 更应该放弃对非佛法的执着 欢迎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